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木鱼 今天呢 我们接着来讲 廖世甲子的 物成日著的这个名人案例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人呢 是董宗唐 宗唐大人 那么 他是1740年 这个4月23号生的 八字呢 是根生根成物成物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八字的原句 这个八字的原句 是雾土生在成月 这个是个杂趣月 杂趣月的话 我们说来看他的那个格局的话呢 是要看他的透干的是吧 透干透出的是个雾土 是个笔尖 那么就是月令无用 月令无用 那么令取他 这个他住了是吧 那么他住来讲的话 那现在从天干的角度来讲 只有根经十神透干 那我们勉强可以用十神来立格 那么也有些人说 我这个生子城有个拱局吗 是吧 因为天干两个都是根 地支的话 生城可以拱的裁局 可不可以以财来立格 是吧 这个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 这个叫方法了 那么像我这边一般来看 还是以天干为主 天干这边的话 透出的是根经 那么就以这个根经十神来立格 那么而且在成月的话呢 土旺金像是吧 所以十神也是比较旺的 那么本身格局 自己也是伸旺的 因为他自己做下的是一个尘土 虽然是个水库 或者叫做个财库 但是毕竟有物土的根在 那么地支有两个成 所以的话呢 也是格局伸旺 十神旺 那么又得这个正印 在十之来生 这个所以 这个总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 有生有谢 那么基本上比较平衡 相对来讲呢 是这个正印弱了一点 因为在成月土旺 是吧 火呢 就是泄耗的一个状态 泄耗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来看的话 基本上这个全局 都是喜神 也没什么忌神 这种人一般来讲呢 就是 是不太有很大的波折的 因为这个都是喜神 是吧 那么就相对来讲 命比较好 那我们来整体来看一看 这个记载的一些结果 那我把八字 还是放在这个右上角 可以参考 第一 这个是从人物运来开始 因为 这个叫新世运的话呢 也没什么记载 新世运也没什么记载 那么如果只是从新世运 本身角度来讲的话呢 也应该还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四火是雾土的路位嘛 也是加强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声望的一个样子 是吧 也是给他一个输入 因为你输出已经很强了 对吧 那我再给你一个输入 其实也挺好的 那么所以新世运应该也不错 那么小时候可能读书啊 家庭条件啊 都还可以 我到人物运 人物运的话呢 也是五火正印到位啊 这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正印这里头也是一个牺牲 是吧 那么人水的话呢 是他的偏财 偏财 有食神来生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是从这个圣经中透出来的 好 那么这一年呢 他是在人物大运的时候 人物年呢 他中举了 这个是睡印并临 是吧 睡印并临不一定的非得是坏事啊 有的时候 其实你洗神到位的话 也是好事嘛 是吧 那么 那么这年中举 那么到了鬼魏年呢 他到了鬼魏年呢 这个又中了近史啊 又又更进一步 那鬼魏年当然是跟始祖是双合的 物鬼也是合伙 五位也是合伙 上下比合 整个这个相合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但我们做的这个合伙 是指说取向上的这个合伙 你说非要较真说能不能合化 这当然不会合化 因为你生在陈月 你不可能是合化成活的了 我们只是说从向上角度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运嘛 是吧 本身他跟这个运里头的这个五 也是相合的 五位也合 这种睡印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是一种变化 那么这个时祖本身来讲的话 被引动也是主一个变化变动 那么有的时候像现代人来讲的话 可能说职位上的一些变迁啊 等等啊都有可能 好 那么接下来到鬼魏运 鬼魏运本身来讲 我们说鬼魏运也是跟这个始祖是双合的啊 双合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而且到魏运的话 这个土旺的时候 也是一个是对自己本身是可以声望的 一个是对师生来讲 也可以是师生有也能够旺起来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也还不错 那么丁汉年 那我们如果只是看丁汉年 一个是正硬偷干 从五火里头吐出来了 就更一步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害的话呢 这个其实跟地资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这个问题 一个是说 生害有个穿的过程啊 生害相穿 生害相穿的话呢 感觉是引动了这个石绳是吧 那这个穿的话呢 也有穿了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那这里头呢 我们也查不到它到底发生什么人际关系的问题啊 没有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害物是有个半暗和的关系 害物一个暗和 也是只是说引动了一下这个正硬 那么这个正硬本身也已经透出天干来了 它是能够发挥一个作用 所以整体来讲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那么这一年的话呢 朝着基督大使说为皇太后做骨 做骨也就是祝寿嘛 是吧 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喜极的问题 那么也就只能说我们看到的现象只能是这么多 是吧 具体它到底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啊 只是说从这个流年来讲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啊 那么正硬偷干呢 也还可以只能这么讲 那么到了鬼魏运的新卯年啊 新卯年的话呢 心经透出 山官透出 本身说哎 山官透出 十三都是泄秀的 是吧 这个是不是可以 也没什么太坏 但是呢 毕竟十神不喜欢山官来混杂啊 这个山官就是佐菊嘛 我们我们讲这个 你把这个命菊啊 给弄得浑浊了 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第二个的话呢 卯木是正官啊 正官来讲也是一个吉省嘛 是吧 吉省我们不喜欢被山官来克制 所以新卯本身是有盖头的个问题在里面啊 这个是不太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啊 但是的话呢 因为第一 卯位是相合的关系啊 有一个这个一相合 但是对正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在啊 这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在 第二个远距离头呢 卯身有一个暗合的关系 正官却合了十神了 正官合了十神 那也就是说吉省之间呢 也有种互相保护的一个关系在 这种情况就是像一像这个洗神的联合一样 所以的话呢 防止被心经啊 因为心经和根经是属于比肩嘛 相对来讲根经还厉害一点 心经见了根经还教成大哥 你这个大哥护着这个正官 心经这个盖头的话呢 就好歹得留点面子了 是吧 就我们只能这么讲 所以的话呢 是有这么一层的保护的关系作用在里头啊 那么当然本身来讲的话 因为心经元举头也是没有 没有其实很大的交涉 卯木元举也是没有 也没有很大的交涉啊 实际上就是这部 这个流年对原居本身来讲的话呢 并没有它原来是存在的东西 只不过呢 它引动了一下 比如说石神 卯神暗合就引动了一下 卯神一穿 也是引动了一下 这是确实对这个原居造成了一些引动 但是呢 整体来讲问题不大 因为还是在卫运嘛 这个毛卫自己去合了 毛卫自己去合了 那么这一年的话呢 它总体来讲呢 它还是可以的 就是入职南书房生内阁学士 也就是说从它的本身的事业角度来讲的话呢 哎 观星来了 也是一个生光的一个印期 好 那么到了甲生运 甲生运的话呢 本身来讲 甲木头干是一个七萨头干 是吧 七萨头干的话呢 在石神当头的时候 七萨是攻不了神的 因为你本身就是 如果是石神比较旺的时候 对吧 石神又是专门课七萨的 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而且的话呢 甲生运的身 正是石神的入位 那石神是非常旺的 所以你这个正好是给我 就像比如说警察局要抓小偷 小偷自己送上门来 在警察局门口犯案 正好被我逮个正招 那是给我立功的 是吧 所以这个也算是可以的 那么甲生运的话呢 如果在乙卫年 那我们看看乙卫年 乙木正官投出来 一般来讲说用石神 那就不太喜欢官投出来 是吧 那么因为你石神毕竟还是克制官杀的嘛 但是的话呢 这个在这个官里头角度来讲的话 官其实不是非常有利 那么乙根一合呢 相对来讲还是加强了 这乙根有合金的项目 还是加强了这个石神的力量 那么其实这个石神呢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 也就是说这个正光这个领导 是过来给石神呢 给石神这个 比如说技术骨干啊 这个进行表彰的 是吧 跑过来我没有来想妨碍你的工作 我是来妨碍你一下 实际上是给你加油打气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 有一个很大的说我反客你 反而是说还可以 那么胃我们还是说一样 胃的这个是土 土的话呢 是五胃相合 五胃相合 引动的还是说这个正硬 或者引动的石柱 引动的石柱呢 也有一些工作上的变动啊 调整 那么这一年的话呢 就是生公不四老啊 他又开始做一些生殖了 好 那么蒋生育的己亥年 我们看己亥 己本身是一个劫财是吧 你本身劫财呢 一般都不是太喜欢的了 那么其实你有个甲目 这个七杀在劫财和七杀 反而倒是也是一个好事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直接把七杀一合 合住了 好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汉水过来 我们还是说汉水跟生运啊 这个是有个相川的关系 有个相川的关系 其实还是来这个穿动了 这个石绳 你其实你本身你撼动不了他 石绳在这里头是非常旺的 撼动不了他 那么还有一个暗和 合动了一个正硬的关系 合动一个正硬的关系 所以的话 总体来讲呢 他引动的都是我们远局里头的洗尘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害水 好像觉得这个水的话 是不是会被笔节来克制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本身远局里头没有这个害 他只能来通过这个流年来引动了 来引动了我们远局的一些 继承的一些关系吧 这些关系还都不错 所以的话呢 这一年呢 他又升职了 升了军纪大臣 那么到了庚子年 到了庚子年的话呢 庚金透干 也就是石绳透干的 本身当然是没话说了 是好的 子一来的话呢 生子成半河水局 不是半河的 已经是三河全部到位 那么三河水局 那么是石绳生财 这个石绳就已经直接有了 这个财心 明显的财心来去生了 那当然也是一个好的项目 非常好的项目 所以这个易引动 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升级 还获斥了子晋城骑马 这个特殊的荣誉地位 是吧 虽然这个 这个叫只是一个荣誉了 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东西 但这个荣誉还是很高啊 你是 这个就像人家说 玉尺黄马瓜呀 玉尺什么 玉尺这个子晋城骑马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 因为升纸城三河水局以后 他一定会冲这个正印的 冲这个正印 虽然这个 说我们石绳生财是不错 那么冲正印的话呢 也是会对这个石柱啊 或者是对这个门户啊 造成一点的这个变动 造成一定的变动 那么当然了这个 这里头的最主要的一个 如果相冲会导致的问题的话呢 还是可能在向上啊 比如说人际关系上 比如说这个正印 如果代表母亲的话呢 可是不是对母亲有点不利啊 是吧 当然了这个 这个原券里头代表母亲 一定是不是这个五火呢 这个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啊 不一定啊 但这里头我们不去深究 只是说 它是会有一方面 这种方面的像的 好 那么到了乙友运 乙友运我们来看 有金 有金是增强的是 根金石石的这个力量啊 有金增强的是根金石石的力量 因为石神得望嘛 那肯定也是喜的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陈友一合 陈友也是我们叫合金嘛 地质相合 陈友合金也是加强了 这个谢秀的力量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就是乙目正观 我们前面讲过 乙目正观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强的 这个力 是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正观 只是名义上正观跑过来 给你加油骨劲的 因为这个就像说业务知识 没有你实声强 我只是以这个外行 领导内行的一个角度 来给你加油骨劲 没有特别来干 干涉你的工作 好 那么在这里头 丁卫年 在这部业务里头 丁卫年 丁卫年的话 我们也看到第一 正硬透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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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 首先还是不错的一个感觉 那么五卫和 五卫和也是五卫和 实际上还是加强了 这个硬心 就是硬比比较厉害一点 是吧 这个就是深强 本身我们说 实神又有财局 有实神生财 那么我加强自身的力量 也总是没有错的 总是是好的事情 所以的话呢 他这一年又加太子少保 那么拙护不上书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他这个 好像一路啊 幻海无波 非常好 因为他毕竟原局就非常好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丙须印 丙须印的话呢 照理来讲呢 这个有点动荡了 因为根层跟丙须 是双冲月柱的 双冲月柱的 这个双冲月柱一般来讲 也是猛虎 直接发生变动 而且的话呢 丙火是消神啊 是有点消神 夺食的这个感觉 好在是实神比较旺 这里头还有两个 你也不能全部夺进 是吧 但是这个像 是有这个问题在的 但是呢 这原局里头呢 又一个五火 五虚又是半合 所以是把这个丙火呢 拉到了石柱上去 那去生物土 是吧 那个虚印 从本身那个运的角度来讲 虚印 虚土 这个得利的话 得望的话呢 日主本身也是会得望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根金十神也是会 这个得到生柱的强嘛 所以这两个都增强的话呢 对原局来讲 本身也是好的啊 这个方面 从虚印本身来讲 是好的一面 但是我们又说 丙虚相啊 双冲这个月柱 他也有这个不好的相在里头 不好的相在里头 只不过呢 这个这种不好 并没有发挥非常大的 这个不好的作用 因为毕竟还是五虚 半合伙 就把它拉到这边去了 不能完全是双冲 这个月柱 冲还是冲的 而免不了 这个都会发生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流年 流年的话呢 到丙尘运 丙尘流年 丙尘流年的话呢 我们这个 你看地支 地头都是有成的话 这些都是叫就位相生 丙尘本身也是要取 就位相克 根金的 好在有日主存在 所以的话呢 丙尘就位相生 物成物成就位相生 根成 这里头反而 日主成了一个通关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物主 没有物成 或者不是物成 比如说是物子 什么之类的 那就丙尘直接就位相克 这个叫根成了 那就成了销成 夺势的应期了 可是呢 因为有了这个通关在 所以的话呢 是丙尘就位相生 物成为主 然后物成再去相生 根成 所以这个还是成了 一路相生 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不好问题在里头 所以这一年呢 又是受大学士 这个反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问题在里头 好 那么丙尘呢 几位年呢 几位年我们又看到 魏徒又去跟这个 五火相合 又引动了这个 五火正义 那么这个对正义方面 又是一个好的 一个相当正义 他里头成了 这个 加太子太父 因为正义也是 做一些文学啊 或者学业啊 他就给人家去 太子教书了嘛 是吧 教太子去了 那么也受了文华殿 大学士 这都是跟正义相关的 引动正义 那么说结财 好不好呢 结财实际上 首先原局也没有什么结财 第二个呢 天干也没有财心 让你去结 所以问题不大 你也只能去生生 这个食神了 是吧 那么生食神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都是洗神的神了 好 那么到丁亥运 丁亥运我们来看 也是一个丁火 本身是正义 从无火里头透出来 正义透干 那么生物透 好的 亥的话 我们之前聊过 亥的话呢 它引动了 一个是这个生经 穿生经 这是有个不好的 包括人机关系 就像这里头 第二个的是 暗和无火 引动这个无火正义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亥是水旺 水旺的话 这个对跟进师神来讲 对悟徒来讲 本身也没有什么得住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得住的东西 那就是说 这个除了天干 这个丁云 可能对到有点帮助 亥运的话 其实帮助不是太大 主要还是看流年的一个情况 那么流年 所以比如说 几世流年 几世流年 我们来看 四火 四火 四身 这个是香和 四身一和 也是引动的是这个 十神 引动这个十神 第二个的话呢 四火也是物土的路位 也是物土的路位 所以对物土本身来讲 也是一个住身的一个角度 所以的话呢 这一年的他又晋升太子太师 冲上书房总师傅 这个名字非常怪 但是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一个流年 其实还不错 但是人家也会说 嗜害不是香葱吗 嗜害香葱 这个怎么看呢 碎印香葱 一般来讲啊 都是对你这个 波士葱的原局啊 这是碎印本身香葱 这个是原局里头不存在的 但是碎印发生了 那这种变动呢 一般是指新的一种事情发生 如果只是跟原局这种香葱啊 那么一般来讲呢 可能是说老的事情啊 是因为以前一些事情 又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 有些新的变化 大概是有这么一个 所谓的这个像 那么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呢 你在害运 你有个死火一香葱 葱一葱 是吧 也有这种所谓的 这种变化的一个像在里头 但是总体来讲 对这个原局来讲 这个几世没有什么 这个坏处是吧 没有什么这个坏处 好 那么丁海运的人生年 人生年的话 我们看到 人水啊 从生金中直接透出来了 这个就是财嘛 食神生财 而且这个财还比较旺 人生 这个生金也是财的掌生之地 所以呢 这个财得掌生 还是比较旺的 还是不错 其实也是从这个运中透出来 你可以也是说从运中透出来 也可以说从原局透出来 那这个从原局透出来 那就对原局是直接有个引动的一个意识在里头 而且生金直接到位嘛 对吧 直接也引动了这个食神生财 那么这一年的话呢 又进太保 那么到物质运的话 物质运我们来看 物质运的话呢 第一生子成半 而不是三合财举 又是到位了 这个财 那么食神生财 食神又有更明确的一个这个目标去做了 是吧 这个其实是还可以 从这个财举来讲还可以 但是从他的职业生涯可能说一直还不错 但是的话呢 人也架不住这个天时到了 是吧 他到物以年 物以年去世了 物以年去世的话呢 那很多人说物以年的话 引身相冲 物以年的话 因为引木这个七杀 也是引动了食神 食神之杀 这是 食神之杀不是说好的吗 对吧 是好的 但是第一 他首先冲动了年柱 这个冲有冲的像 其二的话呢 引武虚 有这个半和火的意思 因为他去世的一点 还正好是那个月份 三合和虚月 就是有引武虚 三合火局的意思 引武虚 三合火局和生子城 三合财举 这里头正好形成了 这个三合局的对冲 一般三合局直接对冲 它还是有一定的凶相的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比如我们从神上的教授来讲 生子城 生子城本身 这个见到了五火 这就是白虎形嘛 而且你这个在圆子里头 这个白虎形的话呢 它是加强版的 如果只是一个生 见到五是白虎 你有一个城 是吧 见到五也是白虎 你不是都平方了吗 是吧 在那头还有一个城 是不是三次方了 是吧 就可以这么去理解 你这个一下子 在这个运势上的话 这个白虎形是得到了这个叫N次方之后 所以这个白虎是比较厉害的 那么你你到这个物业人的时候 正好就引动了这个白虎形 引动了白虎形 那么这个对整个的命局呀 可能就是有一些 这个不好的相出现 是吧 说有的时候你说在这个叫事业上 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可能对身体造成了问题 对人际关系造成了问题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现象 那么但这个命局的话 它直接年纪也大了 然后的话呢 它也寿终正寝了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 当然有的时候说 看一个趋势 是不是一定有很大的道理 其实并不是 除非是非来横祸 非来横祸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流年 是不是急呀凶啊 这个都要去看 但是寿终正寝的时候呢 我个人的感觉 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并不是完全的符合 这一套这个喜剂啊 或者说格局喜剂啊 还是说调口喜剂啊 这些类似的东西 还是可能要从神杀呀 从各方面去看 可能会更多一点 那么董忠祷整体来讲 我们说他的八字好 是好在整个的里头 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继神的 是吧 所以的话呢 即使有一些流年 他并不自己不是太好 但是呢 从他的格局 或者说从他的事业角度来讲 不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或者是波动 所以呢 这个人呢 这个我们最大的一个 给他的评论说 一生幻海无波 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是吧 能够富贵双全吧 而且也还是正常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名造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这个点赞订阅加转发 谢谢多多广告